抗日台风禁逼台湾不止是海边受到影响 现在连山区也出现了灾情 连日雨势造成了日里安通产业道路 边坡土石滩华影响通行 为了避免灾情扩大 部落头目是立即前往清除路面落实 而在花莲北边外海 午后就出现了长浪 这个风浪几乎是淹过了防波堤 11月罕见秋台 在花莲南东的民众都不敢答应 台风带来的长浪一波接一波拍打上岸季 几乎淹过防波堤 花莲北边外海接近傍晚已经出现长浪 而在花莲港东防波堤垂调区 大浪也拍过堤防 花莲港的东防波堤垂调区 那么这里呢目前是管制的区域 整个防波堤的沿岸 持续的有大浪的不断往上拍打 画面转到七星潭 有游客前往海边观浪 见风雨增强苗头不对赶紧返程 就要赶快回了 回台北了 就不敢再逗留啊 花莲海岸线阵阵强风刮的树木桌又摇晃 落叶吹起满天飞 咖啡厅老板趁风雨还没转强 急着来防台 除了加装木板封住进风口的柜台处 也没忘了堆至沙包固定椅子上 避免强风造成更大损失 没办法花莲就是这样 每年要做十次以上 台风不止影响海边 连日雨势也造成玉里安通产业道路 编波土石滩滑影响通行 为避免灾情扩大 乐和部落头目前往清除路面落实 同样山区受影响的还有隔壁的南投 工作人员将铁皮屋拆除放倒在草坪上 担心台风来了强劲风势会吹翻 而众人合力将亲近农场牧区的大小风车等物品用绳索加固 就怕风车被风吹坏 康瑞台风威力不容小觑 民众严加戒备 记者花莲南投综合报导